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述纪十一章 一至三十五节 百姓发怨言 恶言传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怒气发作 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烧毁营的外围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那地方就叫做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可以吃鱼 还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 除了这玛娜以外 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玛娜好像圆锡子 看上去如同树枝的样子 百姓适处走动捡取玛娜 把它用墨磨碎 或用旧倒成粉 在锅中煮了 做成饼 滋味好像油烤饼的滋味 夜间露水降在银中 玛娜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 在帐篷门口哀哭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 摩西看了也不高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 夹在我身上呢 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 一直抱到 你岂是应许给他们 祖宗的土地去 我从哪里拿肉 给这众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着说 给我们肉吃 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 这对我太沉重了 如果你这样带我 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的掌扰中 为我召集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认识 做百姓的掌扰和官掌的 领他们到会墓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 他们就和你分担 带领百姓的担子 免得你独自承担 你要对百姓说 你们要为了明天 使自己分别为圣 你们将有肉吃 因为你们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在埃及多么好 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而是整整一个月 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 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着说 我们为何出埃及呢 摩西说 跟我在一起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我要把肉吃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 难道宅人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 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 就够给他们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膀壁 岂是说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并从百姓的长老中 召集七十个人来 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市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给他的灵 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说预言 以后却没有再说了 但有两个人 人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登记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一个年轻人 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和米达 在营里说预言 嫩的儿子约书亚 年轻时就坐摩西的助手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是先知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回到营里去 以色列的掌扰也回去了 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鞍唇从海上刮来 散落在营地和周围 一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另一边也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两轴 百姓起来 整天整夜 甚至次日一整天 都在捕捉鞍唇 每人至少捉到十赫梅尔 各自摆在营的视围 但肉在他们牙尖还未咀嚼时 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 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 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 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启程 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这是上帝的道 感谢上帝 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着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明书记十一章四至六节 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在埃及所受奴隶的苦 也忘记耶和华上帝看见了他们所受的痛苦 听见他们的哀声拣选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摩西 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 向上帝诉苦说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承担不起 明书记十一章十四节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牧养以色列人真是不容易啊 当疫情中期 政府允许重开实体崇拜时 彼者也面临了抉择的挑战 当我为了要体恤弟兄姐妹 很久没有回到教会崇拜 而选择重新开放时 一些领袖却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 而反对说 牧师 为何你让弟兄姐妹陷入被感染的风险呢 当我决定为了保护弟兄姐妹 而选择不开放时 也有另一些领袖说 牧师 难道你对上帝没有信心吗 笔者自认 不能做到十全十美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满意 我只能尽心尽意 寻求上帝的旨意 然后为教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国的卫生部总监 诺西山医生 在领导前线人员 对抗新冠肺炎的病毒时 也遭受国会议员对他工作表现的批评 牧者在疫情中 面对的挑战包括 是否要探访会友 掌握最新的疫情资讯 政府的SOP 以及关切弟兄姐妹和社区的需要 与此同时 他也得学习如何使用最新科技 进行网上崇拜直播 牧者需要教会领袖们 能多支持他们的决定 并一同牧养教会 他们也希望会友们 能体恤在带领教会时 所面对的种种挑战 讨论问题 你要如何协助你的牧者 面对挑战和压力呢 让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 在面对这新冠肺炎的疫情时 求主赐给牧师 有从主而来的能力与智慧 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真能体恤牧师的带领与教导 让领袖同工 能与牧师同心合一的 一同牧养教会 共同抵抗疫情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